辽兰节目战胜沙东北京时间10月21日,新赛季的CBA常规赛今晚拉开维舞,辽宁队主场迎战沙东队,两队此一上半场多次交替领先,半场结束,辽宁队说过气氛优势, 第三节山东队虽然一度反超比分,可哈德森,郭艾伦和韩德军联手发力,末节辽宁队打出一波流拉开分差,最终辽宁队113-92季派山东队,收获新赛季还蒙红,数据方面,辽宁队哈德军23分5篮板,郭艾伦20分3助攻,哈德森24分6篮板,巴斯25分10篮板, 山东队莫泰尤南斯16分9篮板,顾德洛克是9分,吴南13分,贾州10分5篮板,赛前举行了上三季总冠军颁奖仪式, 辽宁阴自卫辽宁队的将帅们颁搭总冠军戒指,现场也升起了总冠军旗帜,首届比赛,贾成突破上篮先升多人, 韩德军篮下强攻打成2加1,郭艾伦突破上篮,张春军快攻投下2分,哈德森和莫泰尤南斯对标3分球, 两队比分也是交替领先,吴南内突外投连得5分,韩德军补拦命中,郭艾伦左手上篮,两队打成17平, 韩德军和陶汉林各自打成2加1,山东队患上朱镕阵,但他在与哈德军的对抗中明显处于下风,好在古德洛克连续抛投得手,首截结束,反倒是山东队29比28领,先了辽宁队一分,次截比赛,古德洛克在袖抛投绝技, 李小旭和从明晨连续篮下得手,哈德森强断被吹罚为警犯,归,这也引发了郭世强的不满,山东队利用两发一支的机会反抄, 韩德军二次进攻满平,把思雪茂张庆藤,自己也中投和拔球连造杀伤,辽宁队又夺回优势, 陶汉连送出爆扣,韩德军打成二加一,李小旭反击上来,哈德森引一条龙转换进攻得手,辽宁队领先十分打停山东队,暂停过后,无难投中三分手, 半场结束,辽宁队53比40有领先7分,一边在战,莫泰尤纳斯连续篮下取分,郭艾伦起码世界命中, 韩德军送出爆扣,但莫泰尤纳斯和古德洛克连续三分命中,陶汉连也送出补扣,山东队将温差追到一分,辽宁队请求暂停,暂停过后,古德洛克抛头反抄,哈德森三分直血, 接着,又抢断快攻上篮,巴斯抢下前板送爆扣,山东队也请求暂停,暂停过后, 王汝恒刻骨德洛克接连突破取分,辽宁抛头硬中,哈德森甘拔三分,巴斯再送补扣,张春菊篮下空接得手,三接打完,辽宁队发11比74领先7分, 末节比赛,王辱恒突破上篮,随后又封盖李小旭,哈德森反击造章成就媒体犯规,李小旭也借韩德军助攻报口找回延面,张庆鹏投出三不战,哈德森后撤步三分得手,辽宁队领先13分打停山东队,暂停过后, 韩德军在拔球杀伤,和山东的换上古德洛克,但依然未能解决进攻得本难的问题, 两队分差继续被拉大,吴庆龙换回莫泰尤纳斯,郭艾伦转身上篮,辽宁二在一终结悬念,郭艾伦连续突破上篮,双方换下阻力,最终辽宁队113比92击败山东队,辽宁队受发,韩德军,李小旭,贺千主, 哈德森,郭艾伦沙东队首发,贾成,吴娜,莫泰尤纳斯,王若藤,张春军,Sneak